今天挑戰24小時 紅色泥 黃色泥 給它玩 Let's go 看到我們這個熟悉的地方嗎 小麥布 我們又來了 這可是火山岩提泡椒 來一瓶魔法精華 來一瓶面霜 回去抓泥咯 咱們一回來 我以為你準備了紅通通的反粉泥 這麼小還沒有我拳頭大呢 但裡面全都是精華 這泥雖然小了點 但是拉伸性趕趕的 實在太仙氣了 全頭小瓜瓜送給點讚的小可愛 虧我還為你準備了很Q彈的麵筋泥 這麵筋泥會不會很有韌性呢 一起來看一下咯 哎喲真的很Q彈 手感很特別 有點像馬薯 很像剛從冰箱拿出來的果凍 還有慢回彈的感覺 原來還有拉伸性 軟嘟嘟的 拉很長也不會斷 下午茶都吃飽了 妙姐還不來 來咯 趕緊第二輪 我為你準備了檸檬黃的冰凍泥 裡面還有珍珠 我也為你準備了很神秘的魔法精華泥 果然寶物成龜底 珍珠都在底部 很清涼的感覺 像一碗檸檬涼粉 夏天來一口 症結薯 拉個網格大花花 超大 不知道這泥有什麼魔法力量呢 很靈面的魔法泥 有眼細膩 感覺很清透 甩個帳篷 爆它 小麥布能買到這麼好的你 不錯 快點打 小赵都快9點了 還在玩遊戲不是說好的玩意嗎 最後一輪 夏天最適合來一杯冰鎮飲料 可樂起泡椒 巧了 我也為你準備了 汽水爆爆奶 跟蒸的飲料一樣 如果我不知道是爆爆奶 很可能被騙到 一打開 很香的果汁味 這爆爆奶有彈彈的清香 搓下去 它把我給吸住了 打一下你的小屁屁 過癮 紅紅火火 很霸氣的外表 不知道裡面的泥長啥樣 有點期待 跟可樂的顏色一樣 還自帶珠光效果 為什麼是青紅色的 難道我的可樂過氣了 好冰冷的可樂 彈它 炸個可樂瓜 送給點讚的小可愛 混合 混合之後 就變成名符其實的可樂泥 削開 你們覺得哪個顏色的泥更好看 喜歡黃色的 Q1 紅色的 QR 記得點贊 還有關注 喵耶